《大民族革命時期》 我叫陸庸祥 今年67歲 我現在是貴州人縣縣的會的成年 我從事民主運動是從1978年開始 那時候是所謂的大民族革命時期 就是民族鄉時期 1983年 就由於我的《黑玫瑰》出版了之後 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 所以我們就借了這個機會 以精神誤然為名幫我抓進我的監獄 並判處我八年徒刑 其中法革命宣傳三種罪就是五年 後來我上訴 上訴的結果改判了三年 結果就在《右里面復刑》 但是我還在《右里面復刑》的時候 這個中國作家協會就把我的《黑玫瑰》這篇文章 先編成《有正義作品》重書 貼的以《黑玫瑰》命名》出版了這本書 《黑玫瑰》在《黑玫瑰》中受監獄的《右里面復刑》 我糖尿病就是在《黑玫瑰》中得的 甚至在《黑玫瑰》中住了兩個月的燃 趁勉強控制住病情 除了以後 由於當時的各方面的經濟情況 還有我覺得應該承擔去養育物兒女的這種責任 所以我就沒得過多的參與社會活動 直到1994年以前 這個黃顏銘、楊雙岩、陳希找到了我 然後我們大家去攜手 共同商討 怎樣把中國民族革命向前推進 同時 我們就商議 準備在1995年的6月4號 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行動 並且就商議 就在愛天向世界宣稱 成立中國民族黨 貴州分佈 結果我們當場就被帶破 押回歸陽以後 我就被我和黃顏銘都同時被判了 以先組織 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三宗罪 判除我和黃顏銘 分別 五年徒刑 除了以後 我們還是技術 從此我們 鼓勵和宣傳民族的這種活動 之後黃顏銘和陳希就成立了中國人權研討會 我就積極參加到中國貴州人權研討會的這個活動中可以 我們每一週都要聚會 在聚會上大家都要發表演講 一個是鍛鍊自己 一個是向人民宣傳 人權的重要意義 是以中國世界人權研討會為基礎的 我就曾經 在這個聚會上 向大家 向人民 請眾 先講個 關於世界人權研討會的意義 在此期間 我們還和中共 做過無數次的鬥爭 每到敏感時期 他們要把我們控制起來 我們要和他們 激烈利爭 保持他們 批駁他們 甚至 執責他們的這種行為 是違反人權的 是監踏人權的 但是我們也是 為了整齊人權 奮不顧身的鬥爭 他們就也是要健討我們的人權 也是要無辜 無辜的就把我們人身自由剝奪 而且對我們進行伯伴虐待 我的身體就是 從 19 2010年開始 在他們伯伴的虐待之下 以後 逐漸逐漸身體就把 患上疾病 而且越來越嚴重 他們在這個排除所的警察 簡直是不將真心 破壞我和女朋友的關係 把我母親強行送到金老園 甚至還去問一些房東 逼平我搬家 從2011年到2012年 這個期間 這兩年期間 我搬了五次家 都是因為他們去威脅房東 房東沒有辦法 就來逼我搬家 所以我 我又不給房東 不讓它為難了 我只得搬一次又一次地搬 但是搬到那裡 那裡的排除所 都是非常凶惡 而且非常無恥 但是我最後以2012年 搬到這個投降白除所 這邊的這個住宿 那裡以後 他們對我的迫害就是 更是便本加寧 把我的這個電腦 也強行收走我 手機也強行拿走我兩部 就現在用的手機 都是沒到敏感時期 就給我沒收 而且在我的家門口 建立了一個365天 長年的這種監控機 鋼廳 對我進行長時間的監控 不間斷的監控 而且我的一擊一動 當然立即用手機 向他們的證據回吧 儘管如此 他們還不放心 把我的這個電腦線 朋友給我一個二手電腦 我裝好電腦線不到4天 就被他們剪斷了4次 甚至連我的電眼線也剪斷了 跟5次的時候 我都休息7次 他們既然每個一個星期 就要把一大堆垃圾放在我的家門口 目的很明顯 他們就是要給我製造種種困難 讓我在這個生活中 幾步艱難 我本身現在又是一個古巴老人 有重病在身 由於多年的糖尿病 所以引起我心腦血管 方面的疾病 高血壓 心臟病 我一個人生活本身就很困難 就很磁力 但是他們還要跟我製造種種困難 還要斷電了 斷水了 甚至經常派人來騷擾我 踢我的家門 打阿門 搞得我簡直生活不得安寧 我有兩個希望 這是我生前我的希望 第一個我寫了川爺年有這本書 那實質上是一部史料 是貴州民營人士 在建立中華民主黨 貴州分部 前前後後的一些經過 這段史詩 即我了解 直到現在 沒的人系統地把它寫下來 所以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出版 出版的目的 是為以後的人 來研究中國民營士的時候 有個參考 這也是我最大的心願 第二個心願呢 因為我是希望我現在遭受的這種迫害 在當局現在的這種無私行為 這種罪惡行為 能夠把它公主一種 讓全世界人民 讓全國人民都知道 這次不必須 來得及 這次不必須 是 我儘管 這次不必須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